找來醫事人員現場討論動線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議場 列外張羅 正因為520後 准賴總統到立院國情報告 有望很快登場 那我們這個討論事項就修正通過 立院程序委員會藍白提案闖關 要促成中法民國史上第一次 邀總統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 下一關10號送進院會討論 通過這樣的一個討論事項之後 隨即就會請求院長 我們立法院韓國院長來召開黨團協商 院會當天黨團協商拼最快521或524 讓賴總統能夠進國會 但深水區民進黨反對到底的 急問急答朝野仍舊沒共識 我們後續就不明了之處 來進行詢答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願意在朝野協商的時候來討論 當然是急問急答 是最為真實啊 那當然我們的底線 如果他們不同意急問急答 我們也不排除採取政黨比例 來那個實問實答 所以民眾黨的提案是有載明 要求賴清德未來的總統要進行回答 但是回答要急問急答或是同問同答 依舊在這個提案裡頭沒有辦法清楚的判斷 畢竟黨團協商一旦破局提案進入一個月冷凍期 等於想在5月底前實現國情報告就得搶在10號當天就行事上達成共識 他們要用急問急答的方式 或是要用其他他們另外想創設的新的制度 我想這都是不宜的 這個當然逾越憲法民主進步黨團就不可能同意 520倒數不到兩週如何化解變數考驗著朝野豬公們的政治智慧 健新文 郭英領 許榮樂廠報道